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我們今集和大家探討一下話題, 又是澳車北上, 其實除了澳車北上之外, 現在人民幣的匯率跌到很厲害, 對到1.09, 其實這個減量匯率在澳車北上, 對澳門大人大影響, 因為現在很多商家都將無生意這件事 就把澳車北上, 甚至乎有些人說, 你每日澳車北上, 二千個名額夠了, 不要再加了, 救救澳門中小企, 但其實這裏之前都講過, 好像香港做例子那樣, 廣澳其實很接近很相似, 他們講車北上未開始, 但是他們是用雙腳去選擇去哪裏消費的, 你不可能阻止得到, 那些市民去哪裏消費的, 他的北上的消費, 你講到口水乾, 就算你說澳車北上, 按你們講,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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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他們仍然都會用雙腳上的消費, 再加上現在匯率低了, 匯率低了的話, 其實我們變成了, 在大陸用的錢會好洗了很多, 鬆手了很多, 網上有很多人有些誇張的言論, 但我發覺他們都是匿名的, 不敢開名的, 他說那些人日日去經關閘清貿, 行出珠海買東西, 建議政府收他們出警稅, 每次一百,兩日來回就兩百, 保障中小企生存空間, 其實這一個這樣的建議是非常之傻的, 政府不可能為了你, 中小企, 就去搞到這個民生事的, 人家要出大陸去出警的, 不可能因為你們要賺錢而去收人家稅的, 因為這件事怎計都不合理的, 和其實如果按句這樣說, 收稅這件事, 出警稅, 是一件好荒謬的事來的, 那其實最近我在澳門, 我自己是有特意去幫襯一下茶餐廳, 或者是那些澳門本地中小企, 但是我發覺食物方面, 好像現在越做越差, 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, 就算是說我點一個檸檬茶, 或者凍檸諾之類的東西, 它的檸檬是可以切到超薄的, 然後食物方面的水準是越跌越厲害的, 但是我去食一個下午茶, 這樣食完難食之餘, 還要價錢不低的, 那其實講來講去都是性價比啦, 在澳門來說, 如果你店鋪做得好食的話, 你不會愁愁無生意的, 那如果你做飲食, 你無生意的話, 那其實是否應該考慮一下, 是否你的食物品質有問題呢? 還有一點,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, 你賴落澳車筆上去, 但是其實, 以美容院來講, 你認為那些人會出大陸去做美容嗎? 這個佔比會不會好高呢? 我相信不會好高的, 最主要就是現在, 我們普遍來講澳門人的收入是低了的, 澳門人普遍收入低了的情況之下, 就變了好多零售啊, 或者奢侈品啊, 非必需的東西, 大家都不會特別去用, 特別去消費咯。 如果你說剪了澳車筆上, 其實都不會有太大幫助的。 或者我這樣講, 在澳車筆上之前, 澳門那個中小企的消費都已經是差的了, 為什麼之前好呢? 就因為整個澳門的消費力, 在澳門大家是無得出去消費咯。 要出去, 你要做核酸, 就算不做核酸, 你都怕你中病毒, 中疫情的, 就不敢出去消費留在澳門咯。 就做了一個假象, 其實現在澳門呢, 是有好多店舖已經是倒閉的了, 就我自己眼睇到, 好多賣菜的店舖已經是首先第一波倒閉了好多的了, 因為他們知道, 現在那些人出大陸買菜, 還在跟你買, 他出大陸買菜買回來, 亦都是非常方便的事啊。 那所以其實呢, 你說政府可以做到些什麼呢? 政府能夠做到的, 最多最多就是派個消費卡給你咯。 那派完消費卡之後, 是無錯, 的而且確是可以捉到這一個本地消費。 但是啦, 如果經濟好回來, 是否代表現在總體上流失了的消費會在澳門呢? 那這個我自己有少少保留的,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整個就業結構, 新水結構是開始轉變了的, 以前好大部份的人, 其實他在賭場找到錢, 他做公關呀, 或者是跟賭場相關的搭馬之類的東西的, 這些人找到錢的, 他們洗錢, 都好鬆手的, 但是這些債人已經沒有了, 基本上是沒有了, 賭廳還有幾多個在這裏呢? 就算現在你說還有賭廳的, 其實都是公司廳, 之前這一個影響還未出到來, 是因為大家還未習慣24小時, 還有還有疫情風控這些種種因素在這裏, 但是現在不同了, 他知道24小時, 他是習慣了, 可以這樣出關, 幾時回澳門都可以的, 還有, 沒有了疫情, 他用雙腳去選擇去哪裏消費呢? 你是完全阻礙不到的, 就好簡單一句, 你在澳門租一個唐樓六千多元, 如果你是沒有小朋友的話, 那你可能六千多元, 你住大陸, 你不怕麻煩的, 行多幾步你不怕麻煩, 甚至乎你出去, 你坐的士, 你租一個四千元的單位, 都大過你在澳門租一個可能八千元的單位好多的了, 還有, 你變了在大陸生活, 你在大陸那裏, 喝飲食食, 或者喊外賣, 也都是便宜過澳門的, 澳門你現在喊外賣, 你一個人吃, 成六十元, 五十幾元, 那你一個月下來, 你每天喊一頓外賣, 你已經頂不順啦, 還有一點啦, 其實, 你說飲食這一點, 是不是真的完全關了我們的消費歷史呢, 我覺得未必咯, 你覺得那些外賣平台沒有湯理咯, 你上架費, 一筆啦, 平台費, 跟著還有配送費呢, 你還要丟錢下去做廣告呢, 其實很多商家他不是沒有做廣告, 不是沒有做宣傳, 有好多人覺得你們商家沒有做宣傳, 其實不是的, 好多商家是給了好多錢給你做宣傳的, 在平台上面, 但是啦, 做完宣傳呢, 都是同你的平台分身家咯, 變了其實現在好大機會就是一個太弱流強的時候咯, 不像剛才所講咯, 如果你做飲食這間店頭, 你做的東西有特色的, 好食的, 那其實一定有人來食的, 就算澳門本地人都會消費的, 但是如果你的水準是一般的, 甚至乎是屬於難食的, 那水準又不穩定的, 那其實沒有生意是注定的, 而另外啦, 好似其他消費類呀, 零售類的, 那消費力下跌了, 就真是唯有等到澳門本地的消費力, 或者是人工水平上升回, 他們才可以叫做有運行有生意咯, 因為你有一些東西, 他真是不會出澳門買, 在澳門買的, 好似剛才所講的美容院那樣, 但是你美容院, 最多最多他出大陸就不是整個指甲咯, 但是你指甲在澳門, 其實你賺不付些什麼錢啦, 所以真真正正剛才所講的東西, 都是要等到澳門我們那個人工水平回復回到疫情前, 甚至乎是加回人工, 這樣才可以叫做真正有一個復甦咯, 和消費力北上是一個阻不得改變不得的事實來的咯, 這點大家都要知道和心理準備咯,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做生意的話, 真是要想清想楚才好做, 不要因為一時貪過癮就去做生意咯, 如果不是會嗨東西咯,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咯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咯, 我們下集再見咯, 拜拜!